快来啦 快去敲烂 快醒啦 快来啦 快去敲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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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大家快一起来 来到新敲烂 去敲烂 在这世界里面 有许多的快乐 一起游戏 唱个跳舞 就像快乐天气 多少美好 晃了时光 请在起敲烂 在起敲烂 开玩笑 起敲烂 2017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 来自北京 深圳 青岛 天津的健康宝宝们 齐聚在起敲烂的舞台 动手动脑 看看谁家宝宝最聪明 运动游戏 看看哪家宝宝身体棒 最好玩的幼儿游戏 最科学的育儿指导 我们一年一度的七巧版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比拼 每年播出的时候 都深受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我们针对0至4岁的婴幼儿 设计了不同的游戏 使家长和宝宝们在游戏当中增强亲子互动 让爸爸妈妈更加了解自己的宝贝 陪伴宝贝 健康成长 今天的节目我们针对的是 37到40个月龄段的宝宝 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已经走进幼儿园 他们不仅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游戏 还可以跟幼儿园里面的小伙伴一起来玩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走进我们四个海选城市 评选出四个城市的八位健康宝宝 然后经过今天演播式的游戏比拼 将评选出我们今天七小板特别节目的 冠军健康宝宝 好 首先呢让我们到北京的海选现场去看一看 游泳池里面可热闹了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是德安妮 您现在收看的是七小板健康宝贝大比拼 北京站的活动现场 排了好长的队 我们要尽快地让他们在报道的同时 要介绍一下他们有没有信心拿冠军呢 小宝贝 参加决赛去 好 好 太棒了 一看就是开朗活泼的孩子 他平时性格就这样吗 对 就开朗的 他喜欢什么游戏 有什么特点 游泳啊 唱歌跳舞都喜欢 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妈妈 今天这么热的天带你来啊 那亲亲妈妈妈 太棒了 这个温馨的画面实在是太感人了 我们看看 今天我们的宝宝都有自己的神器 你看 这个水平就特别的好 有水平 爸爸 你说一下 他平时都有什么喜好啊 代言人 他喜欢玩乐高拼图 很喜欢游泳 跳舞 太棒了 那你对他有什么愿望 希望他性格很开朗 身体很健康 好 感谢所有的家长 这么热的天带着孩子 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 看看谁能代表北京队 参加决赛呢 好 现在水时当中是 37到40个月的宝宝 一共是十组家庭 他们的游戏名称是 猴子捞月 游戏开始后 减时水面漂浮的玩具 或者是潜水捞取水里的玩具 规定时间内 得分最多者获胜 好了 准备 开始 这个大一点的孩子 他的主动性就非常的强 但是现在目前看 还没有看到 有一个主动要拿水下的 第八道的小朋友很快 他的腿部很有力的 好像一号涌到的 那边的妈妈 让那个孩子已经潜就 看着了 那么减时水面漂浮的玩具 一个得一分 潜水捞取水下玩具 一个得三分 现在已经看到孩子上来 手拿着水下的物品 这样的话分值会很高的 就是有的家长和孩子 是经常玩这个游戏的 让他们优势一目了然 有的是第一次做这种游戏 可能配合得不是很好 因为这个游戏 主要看家长和孩子的配合 看到这个孩子在水里 他释放出来的根性 一开始可能是有点紧张 但是玩一会之后 就越来越放松了 水跟人的关系 确实是不可分割的 好了 我们一起倒计时 5 4 3 2 1 别 好 现在我们就让 还怕来数一数 看谁的得分最高 大家好 我是抖耳鸣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 37到40个月 获胜的两个小宝宝 他们名字叫什么呢 郭子宁 郭子宁 今天我看你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平时有这样的锻炼吗 很少 他特别是想要回家玩 妈妈说一下他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今天表现还挺好的 因为之前就是 他没上幼儿园嘛 没参加过就是这种比赛性质的 我就是想让他来体验一下 那这个目的达到了 好了 那我们问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今天表现怎么样 表现好吗 好 好啊 平时他喜欢玩什么 平时就比较喜欢游泳 然后骑平衡车 还有那个滑板车 看来他平衡能力很强 我比较喜欢这方面的运动 运动天赋好 是妈妈一直陪伴的 所以眼睛都有点红是吗 对 好了 我希望以后在运动的时候 爸爸也加入进来 好了 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好了 我们希望他能够取得好成绩 演播室再见吧 好了 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北京海选现场 评选出的健康宝宝 是小宝和堂堂 听说天津的海选现场 也非常的热闹 绿油油的草地上 孩子们已经开始了 激烈有趣的游戏 一起来看 电视机前的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七招宝栏目 健康宝宝大比拼 这里是天津站的海选现场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毛毛虫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认识的 就是来自天津的 一批非常可爱的小宝宝 他们的月龄大小呢 是37到40个月大 已经是三岁多的小朋友了 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小朋友们你们好 您是孩子的老郎 老郎平时会比较关注 我们小朋友育儿的 哪方面的问题会多一些 健康方面的吧 还有那个 主要是礼仪啊 好 特别棒 加油 加油 接下来他们要进行的这个游戏呢 就是平衡车大赛 游戏规则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宝宝们呢 从起点 骑着平衡车出发 骑到终点 然后再从终点 返回起点 算一个来回 最后我们看 在规定时间内 哪两位宝宝来回 往返次数最多 将会获得我们天津站 健康宝宝的称号 好了 我们的宝宝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游戏马上开始 骑上平衡车的宝宝们速度果然很快 好 加油 加油 我看小朋友的平衡感 都非常的不错 对 平衡车的掌控能力 都还是很好的 好 非常好 我们看宝宝们 还是非常喜欢平衡车 连上运动的 你平衡车运动 跟我们其他运动不太一样 有了我们的工具 交通工具之后 小朋友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我们看妮扣 好像速度非常的快 妮扣小朋友 已经完成了好几个来回了 速度好快 加油 加油 宝宝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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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的小朋友 速度真的很快 有好几个小朋友 都已经完成了好几个来回了 加油 加油 平衡车的两位健康宝宝 现在站在我的旁边 妮扣是吗 我是 是 妮扣刚才累不累 累 累啊 骑了多少圈 自己知道呢 多多 多 多多呀 这是多少 比虎反正是要多 好多圈 我们小女生也很厉害 小女生叫什么名字 葡萄 小葡萄 我们小葡萄有没有骑过平衡车 没有 以前没有骑过 第一次 第一次骑 妮扣以前有没有学过平衡车 苹果 不是平衡 我知道你爱吃苹果 有没有学过平衡车 骑过这个车吗 骑过这个车 骑过 骑过一次 以后有机会想不想继续多骑平衡车 想吗 多 多多骑 多多骑是吗 多多骑是吗 好 小朋友其实还是很喜欢运动的 不管男生女生 我觉得可以多参与一些 像平衡车呀 好板车呀 我们的球类运动 都可以多多的参与 当然前提是注意安全 再次恭喜我们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获得了我们天津站 健康宝宝的号号 祝贺你们 好 我们天津海选现场 评选出来的健康宝宝 是妮扣和葡萄 听说呀 我们深圳的海选现场呢 宝贝们是在非常漂亮 宽敞明亮的体育馆里做游戏 赶快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徐柳 现在呢 我是在七小板健康宝宝大比拼 深圳站的海选现场 但接下来要进行海选的呢 就数三十六个月到四十个月大 今天呢 我们看到啊 现场来了很多的朋友 爸爸妈妈带着宝宝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海选 我们来先认识一下吧 来 你好 你好漂亮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平时在家跟爸爸玩的最多的游戏是什么 最多的游戏 就是他比较喜欢骑平衡车 然后经常会带他出去玩平衡车 我们专门针对三十七到四十月里段的小朋友 他们的这个身体精能的特点 设计了这样一个游戏 那就是快乐滑板车 这可不是踩着滑的哦 小朋友将要趴在这个平行的滑板车上 从妈妈这边滑到爸爸这边 再从爸爸这边滑回妈妈这边 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 谁往返的次数最多 经过紧张的海选 有十位三十七到四十月龄的宝宝 进入到了我们的复赛 那在我们这一轮复赛当中 我们要玩送小猴子回家 宝宝们就是趴在这个平衡车上 从妈妈这儿一直滑到爸爸那边 把小猴子再带回到妈妈这边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看看谁往返的次数最多 好的 我们来看看第一组小朋友的表现 出发 快快快 手脚都用上 我们看到五号小宝宝 他像是在游蛙游一号 一号宝宝 我们看啊 你能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看出 宝宝更善于用他的上指 还是用他的下指 快快快 把小猴子运回家 我们看一号宝宝 你到时候很会想办法 可是犯规了 必须整个人趴在平衡车上才可以啊 你看啊 我们四号宝宝 基本上就靠两只手 然后脚呢一直是悬空的 其实如果把脚用上 他的速度就更快 加油 二号宝宝加油 加油 手脚一起 手和脚都用上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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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小朋友都加油 好 我要开始倒计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刚才第一轮五位宝宝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资赛 那接下来呢 第二组小朋友也已经上场了 期待我们第二组小朋友有同样精彩的表现哦 来 准备好了啊 歌就位 预备 开始 哦 我们看见 十号小朋友 用一条腿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 好 爸爸给掉个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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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爸爸非常有招 猴子呢 被爸爸拆在了裤子里 飞着一只小猴子回来了 九号宝宝加油 不要停在原地 往前 往前 对 往前 这个一定要把手和脚的力气都用上 要不然的话就会非常的漂亮 六号宝宝 六号宝宝姿姿非常优美 但是我们不追求四个嘛 你们而止 好吧 加油 加油 你好快 速度特别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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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加油 加油 看两个小朋友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互相给对方一点鼓励啊 好 我要倒计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经过我们紧张的海选和复赛 两位宝宝将代表深圳的 三十七到四十月龄宝宝 来到北京去参加我们七小板 健康宝宝大比拼最后的游戏 祝贺你们 祝贺 好 祝贺两位深圳海选提选出的健康宝贝 接下来我们要到青岛去看一看了 据说海边长大的小朋友呢 最喜欢游泳和玩沙子 那我们一起去海选现场看一看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时 我现在呢 是在七小板健康宝宝大比拼 这么多可爱的宝宝呢 都来参加我们七小板的活动 他们都是谁呢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我们先来问问这位可爱的小妹妹 叫什么名字 周嘉惠 嘉惠 几岁了 三岁 三岁 你知道一会儿你要比的这个游戏的名字是什么吗 是锻炼跑步吗 你会跑步吗 我问问 会 你跑得快不快 快 那你觉得跑得最快的小动物是什么 小熊 小熊跑得快 那今天小熊在前面带着你 你也要快快地跑 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你自己说 慧慧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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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好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 是三十七到四十个月的小宝贝们来进行的游戏项目 叫做快乐沙滩球 其实这个整个游戏呢 是宝宝和爸爸妈妈共同来完成的 当然 因为参加这个游戏项目的小宝宝太多 所以我们要分组进行 最终胜出的小朋友们 你们要加油努力了 我们在海滩等待着你们 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美丽的青岛的海边 那接下来我们的游戏呢 就将在这里进行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三十七到四十个月的宝宝们的游戏 游戏的名字呢 叫做快乐沙滩球 首先呢 妈妈和宝贝呢 站在网子的左侧 爸爸呢 站在网子的右侧 当我说开始的时候 妈妈拿球 宝宝用棒球棒来击球 爸爸接球 我们每组呢 是八个球 用时最短的组获胜 准备了 开始 好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每个家庭的配合能力 看到了吗 我们的小粉姑娘 击球非常的准 妈妈和宝宝的配合能力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我们再来看小男孩也不错 加油 来看我们这组 年轻的这个红队妈妈 还有我们的宝宝 宝宝呢 是女孩子 所以用力呢 都比较轻 所以就给爸爸接球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好 我们已经完成了比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请我们的裁判统计一下 他们的分数和用时 我们来看看 这一组的第一名 第二名和第三名 到底是哪一个家庭 好的 今天的比赛呢 已经结束了 获胜的家庭呢 已经站在我的身边 这就是 然然还有小牙 每一个小朋友呢 表现得都特别棒 他们要代表青岛的小朋友呢 去北京和全国其他四个城市的小朋友 一起来角逐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去北京比赛 然后相信我儿子 很开朗 我觉得孩子今天特别开心 然后还想带着他去北京 然后让他更开心一点 好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一起喊 一二三 加油 祝贺我们青岛海选现场 评选出来的 然然和小牙 截止到目前 四个城市海选现场 评选出来的 八位宝宝都已经产生了 今天他们来到了演播室现场 掌声欢迎他们 宝贝们 你们好 欢迎我们来自四个城市的 八位可爱的宝宝 那今天呢 我们节目当中呢 依然为大家设立了专家喜 每轮游戏过后 专家都会为孩子们提出专业的指导 一起让我们认识一下 今天的专家 有请 好 观众朋友 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育儿专家 他就是中国儿童中心育儿专家 儿童心理学博士 陈学峰老师 欢迎您 好 我们今天认识了很多可爱的 这个37到40个月龄段的小宝贝 我们看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宝宝 他们的这个身体特别棒 特别好动 会做游戏 爱玩游戏 另外呢 和爸爸妈妈之间的配合 好像也越来越默契了 那么从专家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37到40个月龄段的孩子 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他们满三岁以后啊 都快要进幼儿园了 他们已经开始为集体生活 还有和小伙伴的交往 做准备了 这个时候呢 首先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动作发展 是非常迅速的 他在大动作方面呢 已经能够非常自如地走啊 跑啊 跳啊 钻爬啊 甚至于攀爬等等 可以开始了 另外呢 他们也会非常灵活地 根据物体的这个性质呢 来摆弄物体 他的动作非常灵活 他们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呢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比方说他可以自己穿脱衣服啊 等等 还有呢 这个时候的孩子 特别爱模仿大人 就他们的模仿能力特别强 尽管他们可能还做的 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们这种模仿的欲望 特别强 求知欲很强啊 对对对 听很多家长说 这个三四岁的孩子 是最可爱的 好 那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游戏活动呢 能够感受到 我们这帮可爱的宝宝们的风采 那刚才呢 我们的专家老师已经说了 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呢 运动能力增强了 自力能力也增强了 那接下来我们将有 针对这两个能力的比赛 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热身活动一下 我们的热身赛 名字叫羊角球蹦一蹦 从这边爸爸率先出发 到了妈妈这边接力 妈妈开始出发 最后是宝宝 一家三口都要完成这个接力赛 好 我们看一看在热身赛当中 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宝宝配合的如何 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爸爸出发了 可能平时我们的宝宝都会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但是爸爸妈妈坐在羊角球上还是觉得这个羊角球不是特别的好操作 小牙你好省事 你要放过来 好 妮扣速度很快 加油加油 电力十足的葡萄加油了 好 小牙非常棒 好 然然然好像一个跟两脚球的蹦还没完成 是吧 加油 其实很多时候妈妈爸爸也会给宝宝做出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然然 你看妈妈是怎么蹦的 像妈妈的样子 加油 那这一次一定跟羊角球配合的非常默契 小宝加油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宝宝在热身菜当中真的都活动了起来 达到了热身的目的 好 五四三二一 热身菜结束 那么我们的热身菜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进行两轮的比拼了 首先来进行第一轮自理能力大比拼 叠衣服 第一轮动手动脑 叠衣服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阶段的宝宝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幼儿园自理能力都增强了 那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他们会不会自己整理衣物呢 每位宝宝的面前呢都有十件衣服 五件上衣 五条裤子 那我们的上衣和裤子呢都要分四步来完成 小朋友们在幼儿园不经常听到那个儿歌吗 比如叠衣服 两扇小门关 关 两只手臂抱抱 那看一看小朋友们实际操作起来如何 哪位宝宝最先按照我们的规定动作完成了叠衣服 那么就可以积八分 依次累推 各就各位 预备开始 想想那个儿歌怎么说的 两条变一条 这个手就让我把两条裤腿折起来 然后裤腰找裤脚 裤腰在哪里 裤脚又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很多宝宝呢 他有自己的这个主意 我为什么要直接的一折呢 我可以编写三折呀 哇 这个善于劝架的小宝 你别衣服的速度很快呀 而且能够根据妈妈的口令 非常快速 正确地完成结衣服 我们看一看啊 电力十足的葡萄也已经开始叠第二件了 尼扣也非常棒 尼扣也非常棒 尼扣的裤子都叠完了 开始叠上衣 喜欢芭蕾的虫头 开始叠第二条裤子 我们看到小芭蕾也已经开始叠最后一条裤子了 然然加油 好 大家看到了 小宝已经把十件衣服全部叠完了 速度真快呀 太棒了 好 一丁开始叠第三件上衣 唐唐也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喜欢芭蕾的童童 非常的细心啊 加油 好了 真棒 好 我们为所有宝宝鼓掌 太棒了 通过我们动手动脑叠衣服的游戏 可以体现出这个阶段宝宝的哪些特点呢 听一听专家的点评 好 小老师您看 刚才这个游戏画面呢 特别的温馨 妈妈在一旁 轻声细语地指导 我们的宝宝 特别认识完成这个叠衣服的这个动作 那对于这个年龄的宝宝来讲 他们长大了 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 会自己叠衣服了 那么在日常的我们的这个游戏活动中 或者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活动是可以宝宝自己来完成的呢 刚才啊 这几个宝宝确实表现得很好 他们刚刚三岁多一点点 就能够这么好的来叠上衣和裤子 这个确实是超出我的预料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表现为 他在家里啊 可能这方面的锻炼 是比较多的 就像您说 他有很多生活自理的机会 我想从能力上呢 首先他们的动作灵巧 我想每个孩子都有这个 动作非常灵巧的特点 另外他们呢 还有比较长时间的注意力 另外呢 他们的这个 跟家长的配合意识也很好 这些方面都说明 宝宝的能力是很强的 当然这里面也看到宝宝很多特点 比方说有的宝宝呢 他叠得很快 有的宝宝呢 他就非常注意细节 他叠得比较慢 但是他也叠得比较好 性格就不一样 每个孩子的特点就很有意思 我想就是这样的家长 我希望咱们电视机前 更多的家长能够给孩子 提供更多的这种自理啊 和做简单家务的这种机会 不仅仅对他的生活自理的能力 对孩子的自我意识啊 做事情的自主性啊 还有他的自信啊 还有就是培养克服困难的坚持性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这些品质呢 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非常好 的确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来讲 我们爸爸妈妈 的确是可以放手 让他们来自己完成一些 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 是是是 就像您所说的 不仅可以锻炼他的生活能力 对他的智力的发展 对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轮小宝宝动手动脑 叠衣服的游戏活动呢 就结束了 究竟哪个宝贝在我们这一轮游戏当中 表现出色呢 我们来看看成绩 爆明了爆明了 2018年七巧版特别节目 快乐宝贝爱唱歌开始爆明了 想登上央视绚丽的舞台吗 想在七巧版节目放声歌唱吗 那就带着你们的作品快来爆明吧 欢迎全国各幼儿园 社会艺术团体 培训机构积极报明参加 报明邮箱 七巧版app cctv.com 详情请登陆央视网 七巧版栏目首页查询 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听到许多位宝宝呢 都说很喜欢运动 还有几位宝宝说喜欢平衡车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体能游戏 动感平衡车 我们的规定时间是三分钟 宝宝从妈妈的起点出发 到了爸爸这边折返 在三分钟规定时间内 哪位宝宝往返的次数多 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八分 依次累推 好现在各就各位 预备宝宝出发 加油 哇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然然呢 虽然在热身游戏当中呢 对羊角球操作的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平衡车非常的棒 啊我们看到 我们的小宝呢 现在已经开始折返速度很快 然然和小牙紧随其后 一滴也非常棒 好彤彤加油 刚才呢 叠衣服的这个 动手动脑的游戏当中呢 我们的彤彤是最后一个完成的 他的性格特点就是非常机器 非常认真 在玩平衡车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很谨慎 很小心的 好葡萄加油 Nikos也是在平衡车上 越来越熟练了 小宝的速度加快了 非常棒 我们的葡萄呢 平时喜欢的是这种滑缆车 但是操纵起这个平衡车来呢 还是稍微的需要一个熟练的过程 其实各种各样的游戏 对宝宝来说呢 都是全新的尝试和探索的过程 每位宝宝在游戏过程当中呢 都可以使自己对于外部世界 对自己的认知能力进一步的加强 然然加油 你已经是第三次要来到爸爸这边了 好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宝贝加油 经过几轮的往返之后 宝宝也累了 好 我们还有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那么我们这一轮的体能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点评 好 小宝儿您看 一到这个体能游戏 我们现在就特别热闹 今天孩子们玩得特开心 对对对 显然这个游戏呢 极大调动了他们这个积极性 通过这个游戏呢 我们看到了孩子身体的平衡能力 还有他那个腿部的那个力量 大腿的力量 这是属于一个大动作游戏了吧 是是是 那么对于这个阅龄段的孩子们来讲 他们的这个大动作发育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刚才也讲到 就这个年龄啊 实际上他基本上掌握了各种基本的大动作 比方说他的跑啊 跳啊 钻啊 攀登 还有这个跟器材在一起的 像这种平衡车 其实对他的 一个是你讲的腿部力量 另外对他那种平衡的感觉 还有就是说 动作的协调性 因为他这个四肢的动作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规律 要协调来配合的 这个在大动作方面 是很突出的特点 他们表现都是挺好的 另外呢 还看到 因为他这是一个行进的过程 而且很多孩子呢 他可能是从新接触 比较少到慢慢熟练的一个过程 其实能够看到孩子们 不断地在有策略 调整自己的状态 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也看到孩子的坚持性 而这个坚持的品质 对他未来也是很好的 刚才我们看到啊 这个宝宝表现的不一样啊 比方说有的宝宝一上来 掉下去了 但是他又 他绕一下 他又上去了 就接着来进行 而有的小宝宝呢 他就非常非常慎重 他慢慢地走 但是他从来也不掉下来 他很稳定 还有呢 看到宝宝的一些策略 比方说 他可能先尝试慢慢地走 等他掌握了药灵以后 他再去加快等等 这时候其实你已经看到 他的计划 和大脑对他的行动 那种调控能力 和他对他自己的了解 这个所以每个宝宝的策略 已经不一样了 虽然他们都刚刚过了三岁 看出来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孩子 是是是 通过一个游戏活动 我们看到了宝宝们不同的特点 那么我们老说了 这个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 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呢 也能够多多地观察和陪伴孩子们玩游戏 并且从游戏过程当中的 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宝宝 对对对 另外确实游戏就是宝宝学习的过程 没错 所以我们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耐心 对对对 要观察他们 陪伴他们这个更好的成长 是 好了那到这里呢 我们第二轮的体能游戏 平红车呢就结束了 究竟哪位小宝宝 在我们这个游戏活动当中 表现最出色 谁的得分最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小宝八分 唐上五分 Niko七分 葡萄七分 小牙五分 然然两分 伊丽五分 青青两分 好 两轮游戏过后 每一轮的成绩进行 磊家就是每一位宝宝 最后的得分情况 一起来看一看 小宝十六分 糖糖十分 Niko十三分 葡萄十分 小牙九分 然然九分 伊丁七分 青青三分 获得健康宝宝 称号的是 小宝 获得快乐宝宝 称号的是 糖糖 Niko 葡萄 获得开心宝宝 称号的是 小牙 然然 伊丁 青青 祝贺他们 好 经过两轮的游戏 比拼最后得分最高的是 小宝 他获得了我们本期 健康宝宝的称号 他就是冠军 祝贺小宝 来 为小宝挂上奖牌 那获得我们快乐宝贝称号的是 Niko 葡萄和糖糖 祝贺他们 其他四位宝宝都获得了 开心宝宝的称号 同样祝贺他们 我们的奖品是由 美邮包奶粉和广州 邦宝 抑制玩具提供的 我们都知道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 每一位宝贝 都是在游戏当中学习成长的 那么我们本季的七条版特别节目快乐宝宝大比拼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我们针对七到四十个月的宝贝设计了精彩好玩的游戏 让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游戏当中体会到亲子的乐趣和宝贝快乐成长的收获 好 在这里要感谢每一个单位对本季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 让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七条版节目再见吧 再见 再见 报名了 报名了 2018年七条版特别节目快乐宝贝爱唱歌 开始报名了 想登上央视绚丽的舞台吗 想在七条版节目放声歌唱吗 那就带着你们的作品快来报名吧 欢迎全国各幼儿园社会艺术团体培训机构积极报名参加 报名邮箱七桥版app cctv.com 详情请登陆央视网七桥版栏目首页查询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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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